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不断的研究中发现了一批无意中掌握长寿密码的动物 动辄一两百年的寿命真是有点让人类羡慕 格林兰睡沙就是那一批让人类羡慕的长寿动物之一 作为世界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 它们的寿命已经跳出了认知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 这种动物的寿命可以超过500年 也就是说在科学家们眼前晃悠的睡沙 可能出生在明朝 多么的不可思议 这些睡沙是如何找到长寿密码的 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今天的内容 长寿的格林兰睡沙其貌不扬 它们的身体表面长着一层像青排的绣斑 看上去既肮脏又丑陋 反观它的远房亲戚大白沙 唇红齿白灰背白肚 看上去英姿勃发 大白沙虽然体长比格林兰睡沙略短 只有4到6米长 但是体重却接近格林兰睡沙的两倍 敢于和大型的虎精争斗 而且大白沙的速度并没有因为体重而减慢 它们的瞬间游速能达到时速56000米 善于突袭猎物 然而就是这样的海上霸主 平均寿命却只有70年 估计它见到格林兰睡沙 还得叫一声爷爷 格林兰睡沙告诉我们 生命不在于运动而在于静止 和大白沙好斗凶猛的性格相反 它们没有天敌 可以整天在大海里漫无目的地漂流 格林兰睡沙的巡航速度只有0.2米每秒 比一个人正常走路的速度还慢 但是对于这只庞然大物来说 就仿佛在深海里沉睡一般 这是因为格林兰睡沙 生活在格林兰和冰岛附近的北大西洋海域 是所有鲨鱼中住的最北也是最寒冷的一种 这种寒冷的环境会让生物体的新陈代谢速度减慢 从而达到抵抗衰老延长寿命的效果 它们在这种环境下不仅减慢了游动速度 心脏的跳动速度也是异常缓慢 最慢的时候可以达到每分钟五次的极限 缓慢的速度和心跳 让格林兰睡沙的生长速度异常缓慢 科学家曾经挑选了一百多头 年龄在三百岁以上的格林兰睡沙 对它们进行长期的观察 结果发现它们每年只会长一厘米 等到它们长到完全成熟 可以寻找配偶正常交配 繁衍后代的时候都已经一百五十岁了 能送走两代大白沙了 按理来说 行动迟缓的格林兰睡沙 想要捕猎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科学家却发现 它们经常捕食章鱼和海豹 这样行动敏捷的海洋生物 最令科学家困惑的是 它们还在这些鲨鱼的胃里 发现了北极熊和驼鹿 这种在陆地生活的动物 格林兰睡沙行动迟缓又异常懒惰 它们究竟是如何捕获 敏捷的章鱼和海豹的 又是如何吃掉生活在陆地上的北极熊和驼鹿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海洋生物学家认为 这和大多数海洋生物具有的发光能力有关 在深海里面 阳光很难照射进来 以至于深海鱼类 常年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 加上鱼是高度近视的生物 所以捕猎寻找同伴和躲避天敌都非常困难 于是90%的海洋生物都学会了生物发光的能力 比如我们在科普频道里经常可以看到一种鱼 它的头上挂着一个小灯笼 会让小鱼误以为是同伴发出的光 前去寻找 这种鱼叫琵琶鱼 又叫海蛤蟆 这个小灯笼是它们体内细胞分泌光速 随后氧化形成的 和琵琶鱼不同 格林兰睡沙无法自己发光 而是需要借助一种名叫藏在下水道里的寄生虫发光 这是一种长条形的黄白色寄生虫 它会附折在鲨鱼的身体上 然后慢慢爬到鲨鱼最脆弱的眼睛里 一头挂在鲨鱼的眼里 另一头开始啃食它的角膜 最终会导致鲨鱼失明 它们的唯一作用就是帮助鲨鱼吸引海洋生物 这种足不出户就有食物送上门来的懒惰捕猎法 让格林兰睡沙痛并快乐着 既然没办法对付寄生虫 就只好利用它来捕食了 鲨鱼似乎也乐意用一只眼睛去换取无数顿大餐 由于存在这样一种捕猎方式 所以有人认为 那些葬身于鲨鱼肚子里的北极熊和驼鹿 也是被这种光线吸引坠入海洋的 但其实陆生生物对这种光线没有兴趣 它们可能只是不小心跌入大海的 而且格林兰睡沙还懒惰到喜欢吃死去的动物 所以坠入大海的动物死去后 就会成为它们的大餐 由此可以看出格林兰睡沙是多么不挑食 如果上面两种捕猎方法都不能让它们吃饱 它们就会攻击个头更小的同类来填饱肚子 因为同类的行动速度同样缓慢 不需要让它们消耗多少能量 可以说格林兰睡沙的懒惰已经深入骨髓了 尽管格林兰睡沙的寿命足以见证一个王朝的兴衰 目送好几代人类老去 但是在海洋中没有天敌的它们 终究还是逃不过人类的捕杀 生活在格林兰岛上的居民一直有捕鱼的习惯 19世纪初 它们开始捕杀格林兰睡沙 每年都要猎杀两三千头 到20世纪初的时候 这个数量增加到了三万头 捕猎鲨鱼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吃 在雷克亚卫克城 插车拖起一条死去的格林兰睡沙 这是为当地维京人过传统节日准备的特殊食材 冰岛传统餐饮大厨西吉来到了这里 即使经常烹制鲨鱼肉 他仍然无法忽视新鲜鲨鱼肉散发出来的新闻 尽管如此西吉还是开始动手处理这头鲨鱼 他必须将鲨鱼体内的毒素完全清除干净 这种毒素是很多软骨鱼类的肌肉和体液中 都会含有的三甲氨氧化物 这种神经毒素一旦被其他生物吃下去 就会产生中毒效果 让人连站都站不稳 如果里面还含有重金属拱 则会导致严重的中毒 很可能致人死亡 冰岛和格林兰人很喜欢把他们的肉放在冰雪中加以血藏 等肉里的毒素消散了再拿出来吃 这种食物在冰岛很常见 被称为冰岛发酵鲨鱼肉 就是这种看上去非常KO谈的肉 冰岛人可以直接把鱼肉割下来吃 似乎味道会很不错 然而经过消毒的鲨鱼肉 不仅没能消除腥味 反而经过几个月的发酵 臭味更加浓郁了 所以外地人通常都不喜欢这种食品 但是对于冰岛人来说 和家人朋友一起吃臭鲨鱼肉 却是一项难得的社交活动 因为这是每年过节才能够享用的大餐 很多冰岛人都明白 鲨鱼肉里的尿素闻起来很恶心 吃上去也没有多么的可口 然而这并不是人类大肆捕杀鱼的借口 如今人类活动区域的扩张 正在慢慢压缩格林兰睡沙的生存空间 他们的种群生存正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格林兰睡沙商业捕捞已被终止 政府为了减少这一物种的过度捕捞 也采取了鱼业补贴政策 但是格林兰睡沙的数量却一直在减少 2006年 它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冰微物种红色木鹿 不过现在很清楚的是 如今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庞大冰山 露在水面之上的冰山一角 动物界之中的各种神秘 我们也只不过是管中窥豹 略界一般而已 而如果想要更加深层次地了解这些奥秘 则需要未来我们去努力探索 还不赶快订阅院长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